不過講一講 今次戰爭之前 烏克蘭其實是很親中的 如果你看它的經濟 它的第一號貿易的象徵就是中國 它的貿易額是最大的 就是它的貿易夥伴當中最大的 其它例如孔子學院 一帶一路 全部都照單全收的 它跟中國關係好 而中俄結盟的時候 它的聲音都不出 今年2月4日的時候 習近平和普京就宣布中俄聯盟 而且說中俄聯盟是沒有上限的 哇 很重要 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很明顯烏克蘭是受到一個很大的威脅 就是中國會支持俄羅斯 只不過當時因為 有些外交情報說 因為中國在搞那個北京冬奧 所以就要求俄羅斯不要出兵 誰知道那個北京的冬奧完了一半 還有那個後續那個傷殘人士那個冬奧 都還沒開始 他就已經出兵了 那你有中國在那裡撐腰的話 這個普京就很大膽了 就是橫行無幾可以 所以這次烏克蘭呢 其實就是靚了東西 靚了中國的東西 哈哈